本地伤风感冒病例过去三个星期 呈上升的趋势 各大综合诊疗所平均每天 约有2800看病人次 新加坡医药协会指出 年底的流感病毒传染性较高 因此建议免疫力较弱的国人 应该尽快地注射最新的流感疫苗 记者吴良湘的报道 因急性呼吸道感染 到私人诊所看诊的病患 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家庭医生指出 患者主要出现发高烧 身体肌肉酸痛 喉咙发炎等症状 过去三个礼拜 我们大概有看到 5到10%的症状 大多数这些众流感的病人 都是小孩上班人士 还有些年老的病人 本地常见流感病毒株 包括A型流感病毒 H1N1 H3N2 以及B型流感病毒 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 从9月29号到11月19号的 三个星期里 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 每个星期递增 平均每天有2818起 比起去年同期的平均病例 多了将近80起 为对抗年底流感高峰 卫生部上星期已发信 给所有注册医生 建议为患流感后 出现并发症风险较高的人 接受中长期护理的人 以及医疗机构人员 接种最新的流感疫苗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梁祥报道